超出了這個商業應用的範疇 而是去到以言入罪的地步 因為新的條文加入了精神損害 以及受貶損署 你這兩個terms 令到一個創版權的持有人 可以因為你的再創作 令到別人覺得他有一個聲譽 受損他已經可以告你 而加上這個BT的案例 古華天王案例 你放上網已經等於跟公眾發佈 兩樣東西加上就猶如文字獄 只要你說句不對聽的 我是版權持有人我就可以告你 而更加厲害 因為這是一個刑事的條例 所以令到政府甚至乎 可以跳過版權持有人 直接用刑事法例去控告這個創作者 間接就是令到一些可能不對政府 不對政府深水的言論被騙殺 他喜歡就拿著這個版權條例去控告你 而更加這個向公眾傳播的定義 在今次的修訂是更加很無限地擴闊了 由以前只限制這個電台電視台 這些公共的一個比較正式的廣播機構 去到現在一個所謂所有電子傳播的模式 都會計入這個向公眾傳播 那即是包括些甚麼呢 假設你改完影片放上youtube 已經算是廣播 傳一條連結給朋友都算是廣播 甚至乎你用電話 傳一張改圖給朋友 一樣算是廣播 一樣告得你 這個簡直就是一個很活生的網絡23條 就是嚴重地威脅我們香港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 而更加在其餘方面 這個版權條例 一直就是被一些大商家拿著他們的版權 去暴良地去開天殺價他們的版權費 例如Cash這樣 Cash是一個甚麼組織 就是一個作曲家委員會 但是他亦都很明復 其實有Cash就有得談 你想要那個音樂版權來播嗎 幾千幾萬元 好像一個很活生的例子 幾年前一些大學電台 他們需要追上朝來的節目 他們需要播這個流行曲 Cash跟他們charge多少次 6千多元版權費 一個大學會做幾年前的價錢 現在多少 不知道了 版權有關的法定機構方面 他們只是懂得去修訂這個條例 不斷去擴闊這個限制的範圍 但是偏偏就不會去監管這個版權的收衛組織 因由他們開天殺價 海鮮價 喜歡收多少就收多少 這個根本就不是對一個市民的保障 只不過是對一個大商家 一些寄得利益者傾斜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這個條例一直都是故步自封 它對於世界上很多國家在用的一些開放式版權 例如Creative Commerce 創作窮等等的制度 完全無事 它只不過是走自己一路就是說 有錢你就有得創作 沒有錢 坐牢 你完全只有這個態度 總結來說 我好 我們是非常懷疑 這個其實是一個政治任務 為了 為了就是說 將自己不適合聽的聲音 全部抹殺 我不用誹謗 我用一個版權條例 一下子抹殺你 頭條新聞都還好 有個香港的電球撐腰 我們這些小網民可以做到些甚麼 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站出來 告訴這個政府 告訴立法會裡面的議員 我們不要這樣的案發 我們不要放下23條 我們這次是絕對強烈的反對這個版權修定條例 我們今天本來就打算和知識產權儀署長張錦輝表達我們的意見 誰知道張錦輝竟然一個這樣的工庭會可以不出席的 我們就只開話張錦輝是甚麼 屬頭歸 張錦輝 屬頭歸 張錦輝 屬頭歸 所以我們今天 都不要緊 我們今天雖然張錦輝沒有來到 我們都預備了張錦輝的照片 不過我們管制著這個二次創作和惡搞的理念 我們就有這個張錦輝小醜臣的 歡迎大家拿張回去 喜歡插三支箱吧 或者痴在這裡 寫回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們拿一個二次創作 大家可以隨便過來拿 好 各位的朋友 我知道上面那個分證會已經完結 大家都很感謝大家用腳走出來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但是我們今天我們說完 是絕對不足夠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 接下來繼續為這個議題 繼續發表意見 我們今天在這裡 也都是有一些的小醜臣 張錦輝小醜臣 這個屬頭烏龜 真是 我們想不到今天 他連見我們 連聽我們說的都完全不敢 我們不知道他怎樣去做局處長的 我不知道他們真的怎樣去做局處長 但是我們只知道 這條反權梳定條例 如果被強行通過的話 我們將會受到文字獄的影響 這個是無容置疑的了 因為反權條例裡面已經加了一些非商業性的元素 就是純粹用一個貶損性損失 就說你是侵權 然後甚至有機會會形式化了 但是我們今天針對的另一個重點就是 現在那幫網絡供應商 是必須要被迫 要去跟政府合作 要去跟版權商合作 去交一些資料出來 所以我們對這件事都是非常之失望的 當然啦 張錦輝這種縮頭烏龜 我們更加要打齊他 好 所以希望我們 如果是有人想 有朋友想發言的 或者是記者朋友都可以過來繼續採訪著 因為我們有些小丑神 hello 派給大家 政府一言堂 政府一言堂 香港就乾堂 香港就乾堂 沒有這麼多人啊 我們拍照了 我們要記念立立會 我們要記念立會 拍照了 拍照了還是站照了 拍照了 那是甚麼事 那是甚麼事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 拍照了 1 2 3 政府一言堂 香港就乾堂 政府一言堂 香港就乾堂 好 搞定 Thank you Thank you